大家好 我是冲花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这款花朵画式 材料包可塑索 冲花手作 所需材料如视频所示 只将我们取中部圈和1.3米包心线备用 1.3米包心线对折 短边与纽约15厘米 将对折的线从上往下双过木圈中间 另外一端一长一短两根 这样穿到线圈里面 注意短线在上方 长线在下方 整天好后一个上线圆圈节就做好了 短线放一边备用 我们开始编长线做单线圈节 长线从上往下绕过木圈的中间 再从下往上从这个线圈里面绕出来 这个时候咱们不要拉紧 留一个小小的半圆形 再用长线从下往上绕过木圈中间 再从上往下穿到线圈里面去 拉紧这样一个单线运节就做好了 继续重复从上往下从木圈的中间穿过 再从下往上穿过线圈 要为整理一下线圈 留一个半圆形的线圈做花瓣 再从下往上穿过木圈 从上往下穿过线圈 这样的话两个花瓣还记 继续编花瓣 我们这次快一些 下过穿过木圈以后 直接从线圈里面拿出来 留一个花瓣 再从下往上穿过木圈 再从线圈里面直接拿出来 三个花瓣编好了 继续相同的方法去编制 第四个花瓣 我们有一个几个顺序 是先从上往下 再从下往上去编制花瓣 这以上一下两个步骤 合成一个单线运节 也就是说可以编好一个花瓣 相同的方法 我们一直编到十或者是十一个花瓣 对着以后取中间的位置 放在刚刚编织花瓣的白色包心线下方 跟进两根白线不懂 先编右边的绿线 这个时候要整理一下绿线 让绿线编织的这个前景 挨着花瓣 三个方法 左边的绿线先启动再编一次 然后重复右边的编织启动 再编一次 交替者左边再编一次 这里位置左右两边的话 交替者各编的两次 也就是一共编的两个方形结 接下来我们还是相同的方法 编第三个方形结 区别是咱们拉线的位置 这样在第二个方形结下面 大概2.5到3厘米的位置 编好第三个方形结 我们再向上去顶第三个方形结 让第三和第二个方形结黏在一起 这样的话一个小花的树叶形状就做出来了 接下来相同的方法 在下面继续编两个方形结 也就是左右两边交替各编两次 我们在编织的过程中 要不断的去调整绳结 让每个方形结之间都比较的紧凑和整齐 编到小花的背面去藏线头 这里的话我们用大孔针 穿过之前编制好的最下面这个方形结 然后把其中一根绿色的线穿过大孔针 把大孔针顶到最顶不动的位置 再用力去拉扯把线斗带过来 这样的话线斗就藏到之前好的方形结里面了 如果是不好穿线的话 可以用剪刀把针孔顶大一点 再穿另外一根绿色的线 然后两根绿色的包形结都藏在最后一个方形结的中间 再拉扯整齐 整理一下正面 再把多余的线绿色线剪掉 可以挨着去剪 然后再把白色的线直接剪掉 包形线的话它是不容易散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之前没有剪好的这种 融融的线再挨着挨着去剪掉 这样的话看上去背面也会更加的美观 接下来我们准备去放这个花锐 我们先拿够好的东西去试一下位置 找上好位置以后咱们就准备粘胶 缩水的锯里面有一个塞子 把塞子取出来以后把盖子拧上 这个尖口就会出胶 我们每次滴很少很少的胶水 大概滴四个位置像是平面一样 四个方位更低一滴大概就是这样 拧完胶水以后用刚刚的大孔针 在这样子圆形的粒底去刮一下 把胶水刮人 然后我们准备塞这个花锐 我们塞的时候可以从反面往正面去塞 这样的话正面看上去会更漂亮 然后在小花最顶端的花瓣 固定一个开口的C口 这个开口可以直接用手拧紧 然后取出快乐加倍的这个挂饰 拧开挂饰 可以把小花穿到挂饰里面来了 再拧紧 这样的话一个小花的挂件就不好了 快乐加倍的这个正版面 还是小鸭子的正版面都有一层保护膜 咱们用了手可以把它撕掉 更加好看 那在这个前面胡椒块的加倍就是撕掉以后 它会颜色适应一点点 今天的小花花事就做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三秒哦